哇,好热闹 这边我们现在马上坐进来呢 就已经有五个人在节目的现场 谁要先准备发声呢 当我去年第一次访问她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她,请去讲,有你的 她就是陈琳儿 悠悠陈琳儿,欢迎你 嗨,谢谢,谢谢光音 是我那时候铁口之段吗 还是你的音乐本来就是大家都觉得一定很好 我谢谢你记得 因为我发现是去年一月的事 对啊,其实一年半了 很期待说你在金曲奖可以发光发热 果然呢,你入围了最佳新人奖 你有准备好明天,如果万一上台 你要说什么吗? 我没有 我准备好明天要好好的把那个红毯走完 只有这样吗? 对啊,你没有预计就万一自己上台 总之还要准备一下 我觉得应该,应该怎么样 如果真的有机会上台的话,我应该会可以 因为一直心里都有感谢的人 可是我不敢去想要讲什么 我知道就是怕得失心太重 如果认为有了,然后都先准备好了 然后就... 对啊,而且我其实这次真的非常平常心 平常到一个蛮好笑的地步 好,陈宁儿说她是在最佳新人奖入围里面呢 她完全完全平常心 平常到没有办法形容的平常 平常到...应该说我真的参加...我最紧张的是衣服跟走路这一部分 走路啊? 对,就是那个红毯 你走路走了二十多年了 不止,三十年 对,可是...三十以上 可是我没有穿很多跟... 高跟的 对,新年 你没有想想到我这样讲 这首歌 你知道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天沙的河啊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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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上次我就跟陈宁儿讲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连呼吸连收尾 连每一个要换气的那个感觉 通通都是那么的合拍 对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就是match 对不对 对 因为是一起长大的 对 所以这种感觉呢 他这次也有来吗 没有 他应该在唱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唱合音 是 对 如果MV有入围 他一定会过来的 一定会对不对 好 听说你有活动 啊 赶快告诉大家 7月9号在Legacy 有专场都市女生系列 7月9号Legacy 7月9号Legacy 是不是 晚上对不对 晚上 晚上 对 不要下午 晚上 晚上七点半 是不是 其实你们可以上我的Facebook 上Facebook 上陈宁儿或者上Yoyo 对 是不是 然后我Facebook Facebook上面一定会不经的讲的 就一定会了 7点半是8点 好 对不起 是8点哦 对 可是7点半可以进场了 为什么别人比你更清楚 都是这样的 从来都是这样的 你们是竞争的 这一次新人团体里面 你们是竞争的 他居然撩如指掌 什么 我不是他 我在看后面 你在看后面 对对对 他们不会知道 他比8点是因为后面给他比8点 所以他也给你比8点 哦是哦 哦原来是这样的 他们在帮我 哈哈哈哈 来今天 有个团体跟你一样呢 也是进入到最佳新人的入围 好陈寗儿 你先听一下他们的音乐风格 之前有听过吗 有 有看过他们Live 觉得如何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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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他们是不是偶像团体 看他们有没有对呼就知道了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这明天就要登场了耶 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团 嗨 我们是Hello Niko 大家好 哈哈 就这样子啦 Hello Niko 你们好 你好 你们明天会紧张吗 还 还好 还好 有期待自己会入围得奖 没有 没有 所以也是没有准备要 要讲话 要感谢吗 一直都很感谢啊 但不会 觉得说 会去期待拿这个奖或什么 对 那你们 有没有研究过 别的跟你们入围的 有啊有啊 因为 我们跟 陈仁廷还有柯次堂 都算认识 认识 而且之前演出的时候 还有找柯次堂一起 对啊 所以 所以 你们好像同学会一样 对啊 所以没有太大的压力 不会啊 我觉得 谁得奖都很好 都很好 对啊 也是这么淡然 是 这么平常心 对啊 所以我们主唱都没有出声耶 嗨 嗨 你好 你好 问候一下大家 大家好 是 我是主唱单语 欢迎你 你也没有期待吗 明天会得奖吗 不期待 为什么 其实很多事情也没有为什么 就对自己来说 不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会成功 不重要的事 不是说是对自己 哦 对自己 对你自己个人 但不一定是每个人 我觉得每个人 要做的事情不一样 所以不一定每一件 大家要期待的事情 我应该要期待 是 我是这么想的 那你也是有听过 每一个跟你一起入围的人 他们的作品 嗯 嗯 没有 没有 没有可以说没有啦 对 没有就说没有 没关系 我就是活在一个状况外 所以我也怕 所以你感觉就是 入围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种 哦我们的工作 然后有金曲奖 办会肯定了 不能说是工作啦 就是 公司有他 他要做的事情 要就是报名嘛 所以你看 真的 这家新人奖的这个入围者 大家好像都颇淡定的那种感觉 就是哦入围哦入围好好 然后就就这样子 就也不会在生活上 或者在工作上面 没有太多的那种 那种特别的地方 对不对 有的东西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 说的好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就不要抢求 对 所以本来想说今天最佳新人奖呢 我们请他们一起到夜光家族 让他们每一个团体都可以说一说 明天万一没有得奖 然后可能会漏缩的感谢啊 或者那种那种得奖的感言啊 结果每一个好像真的都没什么准备 这怎么办的都不用讲了 对不对 但是可以 我觉得还是可以讲啊 还是可以讲 没有一定的答案 就是看明天想要讲什么 就讲什么 就是心灵总是会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感谢 对大家说 而且那个舞台就是给音乐人 是 可以大声说话的 传达意念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 不管是谁上去的 他们一定是传达最重要的那种想法 那你们有有准备 比如说想要比较BANG的啊 有道具啦 或者说要演一个什么啊 或者是让大家觉得 哇 这个感言好有梗 会有这种 不会 不会 就没有 我们对滚这个东西他没有 没有sense 是 但是我要请你们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呢 就是每个人既然都是 金曲最佳新人 或个人或团体 就是还是有一些人不认识 那如果让你们好好 介绍一下自己 这个OK 对不对 嗯 就是让你们好像就新同学介绍 就啊 大家好我们是哈喽 Niko 啊 哈喽Niko 那我们要 要怎么样去介绍这个团体 好不好 来吧 嗯 好 那 你你你你 好我先我那个我是 吉他手永恩 是 呃 我是鼓手Jimmy 是 我是被手信伯 我是张艺庭 主持人 是 我们是哈喽Niko 对 然后呢 你要怎么介绍你们的团体 成立在什么时候 或什么 嗯 嗯 我们是2013年组的乐团 是 对 然后一开始 呃 是五个人 嗯 然后 但是 呃 Kiko手快出国念书 所以就变四个 嗯嗯嗯 对 然后 其实 呃 团龄没有 很 就是没有很久 两三年 对 然后去年 我们有发一张专辑 叫熟悉的黄粱 嗯嗯 对 然后呢 有没有要补充 就 边讲边补充 还有呢 当初我们组这个团的时候 是 嗯 是 就是永恩协线找的 嗯 然后 我跟他就是高中的时候 就一起玩音乐 嗯 所以也 也超过十年吧 嗯 然后那时候 我们第一开始找的Keyball的时候 也是我们高 高一的同学 嗯 嗯嗯 对 然后 再由他介绍 上一题 嗯嗯 对 然后 再来就是我们新团圆鼓手居民 嗯 其实我是今年初才加入 才加入 但是一直合作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 嗯 然后今年初才正式加入 哦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要测试 可能吧 没有啦 看看合不合拍 因为这一开始他们鼓手 那个 腰受伤 嗯嗯 对 然后后来就 找我带 带打这样 嗯 对 然后一直合作下来 大家觉得 还算蛮愉快的 嗯 然后 就是公司就邀请我正式加入 在今年初的时候 对 那你们有没有一个重要的音乐的精神 精神 嗯 有没有你们的目标 嗯 我们的音乐其实 嗯 比较多 是 那种反省自己的 嗯 的音乐 嗯 所以 就是 也不是那种很热情很 嗯 很快乐的那种 乐团 对 就是比较 没办法定位 说是什么 热血乐团 对 我们超不热血 疗愈乐团 疗愈可能有一点 有一点 但是 那个疗愈可能 是从反省自己开始 自我反省乐团 其实有点像 用音乐陪伴人 但是 同时我 嗯 就是透露的 透露给听众 你很脆弱 嗯 很多缺点 你不完美 但是 没有 没有人是完美 而且 不要去追求完美 这件事情 要一直 看自己 自己的真正的长相 每个人一定 长相都不一样 所以 我希望透过我们的 音乐去 嗯 让 听众学会承认自己的 脆弱 嗯 这边 这边 怎么样 这边 音乐太 太澎湃了 太澎湃了 然后突然就忘记 我刚才讲什么 那我刚才讲什么 被自己的音乐 吓到了 所以你们对音乐 很有感觉 就是当音乐 进来的时候 然后 因为自己是我唱的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啊 哈哈 你们不能把它当作 backing 会觉得involved在里面 就 太深刻了 这样 有没有 就是觉得 希望达成一个 什么样的目标 嗯 没有 说一定要什么目标 是希望 我们跟观众的关系 可以是很有默契的 嗯 我把我们想传达了给你们 然后你们愿意去解读我们 是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解读 我觉得 都算是 有获得 我们让你有收获 我希望观众是有收获的 这就是哈罗尼克 以冷静的色彩作为基调 但是他们说 最重要的音乐呢 是 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部分 是有疗愈的 是 从高中开始 超过十年以上 他们就 已经做了音乐的摸索跟合作 可是直到三年前呢 才正式的成立这个乐团 那即使有新来后到 可是你们希望你们音乐是有共同的力量 是会说话 可以跟观众 听众互动的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还蛮冷静的乐团 不是属于像现在 就是一站上台 就摇头甩脑 或者是要 让大家觉得很激情喷射的 那个乐团 对不对 摇头甩脑 非常呼吸 摇头甩脑 我好像不小心搞得头怎么办 那我在修正 偶尔摇头甩脑而已 那是自然反应 我现在很正常 OK 好 这就是她的妮可 好 那我们要请这个陈寗儿 跟大家介绍 因为陈寗儿的这个音乐 你已经有超级粉丝 大家都追随你了 可是你还是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新朋友 是是是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不好 我很享受刚刚听他们的介绍 对 因为他们 他们很真诚的去表达他们自己 对 对 对 我怎么选这个音乐 我应该不是 我要选的音乐不是这个 刚刚那个是一个interloop 对 好来来来 你来介绍自己 我介绍自己 好 我是陈寗儿 是 1984年11月7号出生在香港 真的 这么扎实 你一定要介绍自己的年纪吗 有 他们有组团的年份 因为我没有组团 所以我只能做我主持人的 那你就踏入 踏入 踏入 踏入很难讲 因为我是先做幕后的 好实在的人 没关系 这个随便google都会找得到 对 所以google查到不如自己先说好 对啊 搞不好我讲还比较准确 ok 然后我是先唱和珅 是 还有自己写歌 把Femme丢到Street Voice 这样开始 所谓踏入吧 那时候一半的时候 都在做幕后的工作 嗯嗯嗯 然后 我也会被我的声音拉走 我听她享受 不是 她的声音好棒 就变成在听自己的声音 在唱 然后 就 今年是我来台湾第六年 我2010年的五月来了 嗯嗯 嗯 然后我大概是 发了两张EP 嗯 大概一年发一张 然后 用了蛮久的时间去做这张专辑 嗯 就是到第五年的一月 发那张专辑开始 是 和珅的工作就比较没有 没有在做 就比较专心做 嗯 嗯 推动自己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工作 对对对对 的project这样 那你的下一张已经有眉目了吗 因为已经隔了一年半了 对歌是有在写的 可是 嗯 明年吧 明年再说 明年再说 对啊 我有在 我现在有在弄 可是 你知道第一张专辑是用一辈子去做的 然后第二张就只有一两年 所以就 所以相较之下还是准备时间不够 对啊 我喜欢你这个说法 第一张专辑是用一辈子 就是现在活到现在的力气在做它 是 就是你发完又觉得是旧的东西啦 就是已经背了很久的歌 是最熟悉的 有家的感觉 然后你要离开它 要去 所以第二张是很危险 你要保持还是要求变 还是要怎么突破 怎么成长 我还是顺其自然吧 我觉得 是 陈宁儿说自己过去先以和声做出发 然后后来她投入自己的创作音乐 你知道唱和声的人呢 我都觉得有一种 他们的声音很美 而且也很适合表达各种类型的歌 因为他们很会表演 但是要唱出呢 你是一个 Leading vocal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不太容易 陈宁儿是 介于文青 然后又很灵魂 又在知性 然后又 就是你有你的辨识度 不会说 像有一些和声 如果当他们 当了一个vocal在唱的时候 那你就觉得 这个跟那个好像都差不多 你没有办法辨识 因为唱和声 其中一个要求 就是你的声音 要能贴主唱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 多变的 这是一个工作的 对 然后Leading vocal的时候 你比较要需要 找自己的声音 那我 我会剪掉一些和声的工作 也是因为我发现 有到了一个分叉的位置 如果我再继续 我两边都会做不好 对 因为我自己的style 那我开始发展 我又放不下 就不像开关 然后可是我发现 我比如说去年发片到现在 做一个Lead vocal 我还可以 可是做一个主唱 有太多跟唱歌 没有关系的事情要做 那些是比较困难的 可是我发现 你应该现在越来越享受 这么多繁杂的工作 跟那个体会 就是你要注意到的东西 是很多的 嗯 对不对 那是一个学习过程 各位今天在飞碟夜光家族呢 在明天27届金曲奖 即将要颁奖之前 我们要把所有的金曲新人呢 集合在夜光家族里 刚刚你听到的是陈明儿 还有另外一个新人团体 叫Hello Nico 不一样的踏入音乐的经历 可是他们都一起来到了金曲奖颁奖店里 好明天你们即将登场了 所以 你们要有一个二十秒 讲一下就是入围或得奖感言的吗 我们即时开始陈明儿先二十秒 好啊 我要谢谢爸爸妈妈 谢谢我的家人 谢谢在座各位 谢谢 我第一个要谢谢的是大哥李仲胜 因为他我才会开始写歌 谢谢你给我这二十秒 让我可以现在把我的感言讲完 二十秒结束 我还是要写一下 我换你们二十秒 那我们也谢谢爸爸妈妈 是 然后很感谢音乐路上所有教我们做事 休息一下 哇 结束了 好谢谢你们 拜拜 明天中奖 刚刚我们请走了第一组金曲奖 这家新人奖入围者 那陈宁儿跟Hello Nico 是明天都极有机会呢 会得奖的 但是不是只有他们 是还有 怎么样 这一组又进来了 好了 新人团体呢 希望他们的机会呢 都很高 可是 哎呦 你又更瘦 真的吗 对啊 没有我觉得大家很久没看到我 柯志堂先生 很久 对 现在是在直播 是啊 我还以为现在广告 柯志堂先生你就是 但是这个一日不见 三日不见呢 哇 刮目相看 你入围一下子就这么多 还好 不得了 真的 来了 哎 另外一位也来了 欢迎你 请进 谢谢你 来来 请坐请坐 来 好 今天这一组呢 新人入围者 我们也是要好好介绍一下 这位你已经知道了 他就是柯志堂 明明就是个二十出头岁的 当当上 我早就看头 干嘛要装苍老的声音啊 讲话的声音也没有那么老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歌声弄得这么老 干什么啊 新人讲耶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哈哈哈 好吧 可是老师 介绍一下你自己 是 像刚刚前面一样 要做自我介绍 是吗 是 大家好我是柯志堂 今年二十六岁 是 然后呢 然后去年发了张专辑 一部真的想要让 就是现在在听你的首歌 是 然后呢 嗯 最近入围进去讲 对 很谢谢评审 哈哈 然后呢 我快要讲下去 哈哈 哈哈 突然要 没有可以讲了 突然要自我介绍 对啊 以前你学的是什么 以前吗 然后为什么会踏上音乐之路 大学的时候 我以前是念商学院 对 气管系 那 会踏入这条路 其实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情 嗯 就是在我 大学 大三下的时候 突然开始 发现自己可以唱歌 这样子 然后 很意外的开始做这件事 气死人了 哈哈 大三才开始 要创作 觉得自己要走音乐 是 那时候刚开始唱歌 后来快毕业那阵子 觉得真的要 做音乐 这个行业 我觉得就是 要当个歌手 就是要说自己的故事 所以那阵子 要创作 要创作 太可恶了 22岁才开始 学创作 哈哈 然后呢 就是第一张自己的作品 就入围几项 入围 两项 哇 入围了什么 最佳星人 跟最佳男歌手 对 哇 哈哈 我知道 其实 你伤望着 是 犯错 燃烧灰 燃烧胸口 与尽的 假途 掩盖着 你的信 啊 掩盖着 掩盖着 你的心啊 掩盖着 你的心啊 掩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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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一个瘦弱的文青 但是声音里面却是非常的粗犷 然后感觉很高大 非常的高大 壮硕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形容 高大壮硕 高大壮硕这样 没想到是瘦弱的文青 好这就是克制他 你有准备好得奖感言吗明天 没有想好 确定要如果真的有的话 但是就是一定会先感谢一起工作 就是把这张专情伸出来的大家 这个是一定会 如果真的得奖一定会 一定会感谢到 因为就是这张专情被大家看到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所以这个是一定会这样 其他就真的 就自然 要是真的发生 不行吧 你一定要写下犯 到最后就啊对了对了我又忘了 然后那个麦克风一直往下降 然后你就跪在地上 就要继续把他讲 那也是个蛮真实的心 真的 刚刚刚在匆忙间的忘了问陈宁儿跟 哈喽妮可 在所有的最佳新人入围者里面 如果除了你之外 你觉得会是谁最有可能得奖 我刚刚忘了这样问他 问他们 然后现在从你开始 好过分 因为现在就有一个坐我旁边 等一下 你觉得是他吗 你就要说他吗 他坐我旁边 我现在就要讲他 你就要讲他是不是 对啊不然也 好那我们先介绍他出场 好吧 好不好 来 大家 这个爱就是他 刚刚柯智棠说 他学的是商 这一位学的是什么 我学的是 电机领域 写程式之类的 写程式 还念到研究所 你就赶快去写你的程式 你来唱歌做什么 大家对不起 老师对不起 我们讲 今天一来就一直到我家 对啊 对 对而且 去唱歌 那你还唱个rap 对啊 哇 还是嘻哈的 因为不会唱歌 只好唱rap 哪有 哎 不要唱rap 你没有那个sense 你是做不来的 会大家看起来会看笑话 如果你根本不是嘻哈挂的 你故意要唱嘻哈 大家会想笑的耶 其实我也没有很嘻哈 没有很嘻哈 我只是很喜欢嘻哈文化 所以 真的吗 平常会接触很多 那你怎么会进入 最佳新人奖 其实就是也是从 国中开始创作 是 然后 到大学以后加入社团 不要认真这样 大家好我是熊仔 欢迎熊仔 他开始在介绍他自己的 继续 你说 然后 然后很幸运的收到我的NC大学 是 带我做我的第一张专辑 然后 就是在去年之后发了这张专辑 所以这次也很幸运入围 这样 是 结束了 结束 在 没有了吗 可以啊 然后 大吉怎么看待 怎么怎么看待你的这张专辑 他会 没想到第一张就 就 对啊 真的 其实就是很幸运 那 呃 就是可能呛同学 或者是 哦 OK 只是上大学的时候就 那你 不要认真 少白痴 那你为了 不要认真 少白痴 那你怎么可以就是 就是 就是边创作音乐 边弄音乐 然后 又可以考上这个电机研究所 嗯 其实 呃 研究所其实是推真的啦 就是拿大学成绩 那不过 那成绩哦 对啊 成绩也要 好 就中间这样 嗯 不过 其实我专辑就在讲这件事情 我专辑 嗯 无限 其实就是在讲 就是梦想和现实的拉扯这样 是 对 那 其实我觉得 所以后来我休学做这样专辑 嗯 嗯 那不是我爱我能够 你不得已 你是主者坠又合理 你你你你不可以 但现在我不可以 没你 我不可以 manyway 你我可以 但现在我不可以 没你 每次你我可以 一起出去 就你我而已 所以如果新人讲得奖 好像上台 也会让你们唱一段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是 得奖的人会表演这样 OK 来 熊仔 你现在就跟着唱 我们来看看 OK 其实我刚才唱完 来 呀 那咖啡 年牌 高脚 北半夜 我是演唱会 谢谢音乐 我们吃 没了 没了 真好 剩两句 还有还有 还有 后面还有 哦没有 后面是我专辑的 口白部分 口白部分 因为我专辑是个概念专辑 所以 现在口白来了 好 这个 这我们听听看 你要说 欢迎光临 无限企业集团语音服务 人格特化疗程 适用请按 一 启用正式版 请按 二 转接客服 请输入序号 大家会不会真的输入 好厌 谢谢您选择 装得这么像 即将启动 人工智慧向导 EGO 欢迎加入我们的疗传 他要睡着了 好厉害哦 我是真人 他是电脑 这个问题 你有研究过他这张专辑吗 其实他真的还没听过 还没 那你刚刚不是要说他会 他会最有机会得奖 因为 其实没有 我觉得 就是这次大家都蛮 蛮有机会的 没有 不是 每一个都很不一样 对对对 每个都很不一样 你到底怎么比啊 所以没有办法讲 对对对 所以他这样不一样 所以就先讲他这样 对 其实这次大家真的都是 嗯 是 还有自己的一个样子 对 那如果 就是 呃 就是要 要再发专辑 你会想说 我来听听看现在其他人 他们做些什么 然后也把他们的 优点也变成是你的养分 你会 想要这样去吸收吗 嗯 其实我觉得 还是你认为音乐 还是要造自己的样子 造自己的样子 像我觉得没有办法唱嘻哈 对嘛 所以原来是没办法唱嘻哈 对对对 所以就干脆就做自己 搞一笑 搞一笑 不过真的是因为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底色啦 我讲就是因为每个人 写艺里面 你你从小你接触的音乐 你所获得的音乐养分跟能量 都不一样 嗯 你之所以会现在作品 被大家看到 都是因为过去的你们 刚刚陈宁文讲就说 第一张专辑 就是花了一辈子 就是你活到现在一辈子 去完成的一张专辑 是不是你们同意这样子 之前我也在哪边 看到过这句话 就是这种感觉 对不对 同意 对啊 所以今天来熊仔呢 你第一次来上夜光家族 那时候我们没有机会访问到你 那现在你有 你要站在台上了 你要不要告诉大家 如果明天得奖 你要说什么话 整个疗程度 也是你心里的方式 也是想要 也会感谢大家 是 然后呢 只有这样吗 要感谢大支 对啊 然后呢 然后也是感谢 所有参与的人 对啊 然后不感谢家人 也是要感谢家人 当然 对 家人对你做音乐 有什么意见跟看法 也是 有过家庭革命吗 也是有啦 对啊 有吗 不过 谢谢他们 还是一路支持我 这样 你怎么这样轻描淡写 没有啦 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革命 你有闹过离家吐走 也是没有啦 不过 倒是有 有很认真的谈过啦 对啊 真的吗 对啊 不过 谢谢家人 还是 让我做我自己喜欢 做我的剧情 这样 只有认真的谈过 还是有过激情的谈话 也没有太激情 对啊 觉得你很含蓄 所以我就想要 越挖越深 这是什么音乐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 也是解码 是代表的 我这整张专辑的故事 盖着你 对 everything everything 情欲与爱 理智与妄念 路会与相仇 热恋与试炼 书呆 你 派孩子 终于赴 音乐路 学术 创意与世俗 要你走的路 it's rip everything rip 一切的一切 轮回的夜 跟跌的季节 阴阳正递毁 将一切都推向 注定的 思 略 听到了 熊仔 身为台大电极戏研究所的高材生 可是他却义无反顾地投入了 嘻哈音乐的世界里面 柯智堂 明天也会坐在台下 跟所有的入围者一样 就是都在期待 讲要揭晓的那一刻 可是你们的工作好像 其实老早就完整 在所有创作 在准备专辑 然后进录音室 录音室录完了 然后跟大家分享过了 其实应该告一段落 但是这时候突然 滚水又沸腾起来的感觉 真的是有一个这种感觉 对 因为最近也很多就是 也许是访问的 常会问到什么竞争这些事情 但我觉得 这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竞争 因为我们早就有把事情都做完 然后就觉得被提名可以参加 就是一个蛮好的肯定 真的 明天就当作去参加 是 那衣服都准备好了吗 衣服差不多了 等一下感觉好像很有准备的感觉 郭宇哥感觉很喜欢 我好像是 对感觉 不小心没讲到就会 是 Tuxedo还是 Bowtie就是都已经都准备好了吗 大家明天看电视就知道了 这句话感觉也蛮厉害的感觉 等一下熊仔你会准备穿什么呢 我也准备差不多了 有正式的服装 也是比较正式一点 我可能会被大家笑 不过我觉得蛮酷的 不错的爱情 穿过我们的手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My moon light 随着虚构的梦 正是用水面爆炸 喝起来 你要知道柯志堂跟熊仔 他们都只是一个新人 可是他们的音乐都已经很有个人的风格 就像刚刚熊仔说的 Bowtie老师呢 给他非常大的空间 发挥他自己 就是你做你自己的样子 然后把自己做到极致 你就会有自己的一条路 那柯志堂也一样 他就说 哦 与其我学习别人的优点 还不如我也是做好自己 胜任可以做的部分 是 好吧 那既然你们都说这个面对得奖感言 也没有要准备太多的意思 那就说一说 你们人生到现在 入围了金曲奖 这可能是之前你们没有所预想的 对不对 那你们说一说 现阶段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意义 帮助了 帮助了你们的音乐的热能 就是更加温呢 还是说给你们一个非常好的斗点 还是给你们什么 金曲奖入围 给你们什么意义 兄弟你先说 其实我觉得金曲奖 这次入围很感动一点 就是说 借了这个机会认识了更多 在不同的 因为毕竟我以前玩的是 饶持了我们 圈子比较小一点 那 但这次就有机会认识像柯志堂 还有谢正廷 而且甚至 在这么短时间内 我们就激浪出一些新的作品 真的吗 对对对 刚才我们 他跟谢正廷一起表演 对对对 真的这么没有火 就是完全 没有烟消味 就是 就合作 这才是我想要的火 本来就觉得不是一个在竞争的感觉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像跑马拉松那样 那你觉得柯志堂 跟那个 跟那个谢正廷 就是他们谁的音乐功力比较强 我觉得这真的不能听 太坏了啦 一定要这样就对 太坏了 既然你都跟他们合作 你应该很了不起 谢正廷专局我听比较熟 不过 因为我之前就 有听到 不过 这一群大家在舞台上面正在努力的人 对啊对啊 然后会激荡出火花来 对啊对啊 好 柯思棠你觉得入围对你的最大意义是 对就是遇到很多就是一起入围的朋友也很开心 那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做音乐 就是对吧一开始能够做这些事情 是因为自己对这些事情有热情 所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当工作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那当然后来发完专辑啊 就是做一些表演也受到很多回馈这样 那后来就是大家给我们的话也变成是我们前进了一个很大的动力 就是可以带给他们什么这样子 那这些当然一开始做这些都是 因为我们创作都是发自己 我觉得我们是发自己内心的东西 那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些或是怎么样 所以就很喜欢 然后现在又得到一些好像很比较前辈的 奖向的肯定 那对我们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这样 就是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要继续用一开始做音乐的那个心 去继续做这样的事 要用爱音乐的初衷继续在创作音乐 对不对 没错就是你们也不晓得自己的音乐会不会受到大家亲爱 可是现在有一群朋友支持你们 现在又有得到奖项入围的肯定 觉得这是非常丰富的收获 对不对 很幸运 好希望你们明天都很幸运 有没有可能会是那种 双料得主 居然一念 有两位 七料得主 对 七个人 这太不可能 两个才有可能吧 七个人真的是天方夜谭的 对不对 好吧 祝福你们 OK 谢谢 加油 OK 拜拜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再对回来 第二十七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就是明天晚上 我们今天夜光家族呢 把所有的最佳新人奖入围者呢 都尽量收集起来 可以参加新人奖的一生只有一次 就是你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让他们集合在这里 就是请大家深度地认识一下这些新人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音乐的能量跟氛围 赢得评审的清新 让他们入围 那他们都是现在乐坛里面的新力量 有自己的说故事的方法 然后让大家呢 有一个听音乐的新的选择 像接下来我要再介绍的这位入围者 最佳新人奖的入围者呢 诶 他也是 从小 他就参加超级星光大道 然后让大家认识了 他现在也很瘦 我觉得超瘦的 跟纸片人一样 但是他的歌声的能量却非常的大 他的歌声跟他的这个身形呢 是不能够这个相比拟的 他叫谢振庭 哈喽 振庭 你好 嗨 光源哥好 你好 欢迎你 这是谢振庭 振庭呢 13岁参加超级星光大道 然后到现在呢 你用整张的创作 跟大家说 谢振庭 要推出个人的全创作专辑 这首歌名叫什么 这首歌叫做灯光 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段听 真的 灯光打上了 看人走在路上 不知道是第几晚上 也没有人来人往 也没有城市交响 入夜后的台北很漂亮 但怎么却感觉很悲伤 他开始又想起你说 说我像个太阳 和14小时开了为人招囊 但其实你说谎 你知道 若没有你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发光 你很健忘为你在旁 那历来的力量感伤 这一切都已经成功 如果时光会放 多渴望投诉你 我不想做太阳 我不想再出场 我只想为你做一阵天光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把开关按下你 不必再流浪你 不必再心慌 不必再去想 不必再去看 我也不必加上你还在我的身旁 要请谢震廷 像新同学一样 介绍你自己 跟所有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 好 大家好 我是谢震廷 然后 我长大了 现在 之前是 秦光大道那位是三岁的小朋友 现在已经22岁了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叫做灯光 收入在我去年发行的专辑 查理里面 一首对我蛮有意义的歌曲 对对对 然后 里面都是自己的创作 然后也是这八九年来 离开灯光幕以后的新路历程 然后希望是 可以很诚实的 很诚恳地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 可能青少年在成长的时候 会发生了一些成长故事 然后这张专辑 它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希望可以 带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提醒 你有没有忘记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 有没有忘记 儿时成真 这件事情 八九年来 你做了什么 都在 学了什么 然后做音乐 然后 也有看了蛮多的书 然后 自己 你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我在学校学的 其实跟音乐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我觉得是 应用外语 就是英文 对不对 但是音乐从你十三岁 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之后呢 就是它从来没有离开过 对不对 是 然后王志平老师 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志平老师是我的 期盲问师 他在 我是 十几岁的时候 听到我的创作以后 他就 我觉得他算应该是那种 很习材的心态 他就一直 默默地帮我带身边 然后送了我人生第一把的电吉他 也把他的keyboard送给我 对对对 然后就是默默地在培养我 就是不管在制作音乐上 编曲或创作的一些想法跟概念 真的是给我很多的帮助 他真的是师傅领进门 是 对不对 有一个领进门 很多的这个 嗯 的动作跟 跟对你的引导 对不对 嗯 真的 各位你听到的就是谢振廷 他在介绍他自己 也讲到了他的恩师 王志平 好 这是 谢振廷呢 他对大家自我介绍 那你觉得这次所有的最佳新人奖的入围者 嗯 除了你之外 谁最有机会得奖 大家都很有机会 真的吗 因为大家在做的 在传达的事情 说故事 然后不管是音乐上 或者是精神态度上 嗯 在表达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我我会 你有研究听过每一个入围者的 是有的 都听过了 对不对 其实我在没有公布 呃 在没有入围 我都一直在听这些音乐 就是新的人 对对对 就是大家现在有些什么样的新团体 或是新的个人 对对 所以我特别开心 就是这次可以跟他们一起入围 OK 对对对 现在说在你旁边这个团体 嗯 你认为 他们比较有机会入围 还是 Hello Nico 入围 得奖 得奖 Hello Nico 有机会 嗯 有机会 我不晓得 都有机会啊 都有机会 你说的就是平均 就七分之一 嗯 我觉得是很主观 这没有就是 就是 因为每个都完全不一样 没有好坏啊 就是这个 可是你不觉得 就是人多 好像感觉气势比较强 张三理事入围很多像 他们气势好强 他们气势超强的好不好 但我居然没有访问到他们 嗯 为什么那时候 我没有机会访问你们 欢迎张三理事 大家好我们是 张三理事 只有你是清醒的 我还在陷入说为什么 只有你是清醒的 但是什么问题呢 嗯 不知道 也不知道 其实我们也很想来上 上节目 真的吗 推 就是可以 可以推对我们的专辑啊 是啊是啊 但是 我 我是 因为这次你们 就是入围 让我在想 对为什么 没有那时候 请你们来上节目 但是看一看时间 因为都 大家都排得很紧 有时候就 你卡这个 我卡这个 这天我行 那天我不行 然后反正就是 大家想像 卡一卡 有时候就没有办法 是 真的 总之现在来了 总之现在来了 对对对 欢迎张三理事 耶 大家好 哥哥好 欢迎你们 好 对 欢迎你们 这是张三理事的音乐 那这张专辑呢 真的非常的丰富 要说他们呢 就是各种音乐的能量 你们都 都沾染过 就是好像什么都可以来一些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们把它组合起来 它就变成是一个 很神奇的 一个东西 对不对 像这首歌 你们介绍一下 火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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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首歌 就是说 生活中我们 大家都有一些苦闷嘛 嗯 嗯 嗯 我们希望可以 藉由这个 自嘲 就是自己 自己嘲笑自己 老了老了的概念 来跟大家一起举杯 明明是年轻的 说自己是老师的 就对了 因为各个领域 或者是各个 在学校里面 有新的 新生 或是学弟妹 不同的阶段啦 对 就是或是一些菜鸟 那你老鸟 你当然就会开始 啊 老了老了 对不对 就是不管在哪个年纪 都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希望说 可以大家互相鼓励啦 虽然抱怨抱怨 然后但是也可以吃吃喝喝以后 继续为明天加油 这样 嗯 刚刚说话的是我们的团长 团长 喜安 喜安 是 这是阿翔 阿翔你好 是 光语哥好 你好 我是百刚 光语哥好 我是小马 光语哥好 大家好 欢迎你们 来 好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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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就此笑 天下 我们都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听过大家的作品 对啊 我们也会讨论啊 我们也会讨论啊 也会讨论啊 你们怎么讨论啊 我还蛮好奇 就是也觉得说 我们就一个一个点说 诶那个谁也蛮强的 谁也蛮强的 然后还学一下他的动作啊 然后有一些歌就学一下他怎么唱 好 来来来来 谢正廷的对 我们学一下 他那个真的是太难了 对我们来讲 他的太难了 他还有入围 那个最佳单曲制作啦 是 最佳 最佳的其他奖项 我们 我们就 就是比较是 团体的 团体的 对 好 谢正廷 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难 让他们觉得 蛮难的 这样 什么东西 你也搞不清楚 我没有发落到 我在听歌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歌太好听了 对啊 这个很棒 听起来很 我觉得很mr children 然后听到是会很 热血 热血 真的 会想 潜然累下 对来想一下 来 你觉得张三里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从他们的音乐 是不是很难界定 你没有办法说 他们什么 什么嘻咖团 摇滚团 或什么什么 反正什么团 就是你很难去界定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 呃 偶像团体OK吗 好想 当然啦 当然啦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呕吐的呕啦 自己先不知出来 对对对 我们是猪头士 对 披头士变成猪头士 对对 综艺团啦 综艺团 但是请问 你们有准备好 明天的得奖感业吗 呃 有上台在说 当然我们会准备一下 有大概的架构吧 对对 有 谢震霆应该有准备你的架构了吧 嗯 有 有准备了是不是 有些人必须要感谢 那 那 从你开始 你就当作现在要得奖了 啊不行 明天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讲 哈哈哈哈 你要有真实 你要有真实的气氛情境 你才可以讲是不是 对 OK 还是它是其中有秘密 是有梗的 是要明天才能泄露的 没有 对我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啊 就算没有得奖 我还是会好好谢谢他们 那就今天就谢谢啊 就为什么一定要到明天呢 哦 我比较就是我想亲自去谢谢他们 哦 哦 那可是万一明天就是最后不是呢 没关系啊 就是私底下 嗯 事后再说 但是明天这个是很重要的关卡 关卡 你说得奖感 对 得奖感 就是这个气氛这一刻 突然有点回到国小的时候那种参加演讲比赛 然后被被就是宣布明次就上台领奖 对 嗯 真的谢正廷的音乐让让人家感觉呢 就是有有自己的这个观察这个世界跟世界对话的感觉 好 介绍一下下面这个歌 刚刚我是博主 哦 哦 来 介绍一下这个歌 这首歌叫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yeah 然后 它其实就是在写成长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感谢 就是语服中会遇到很多挫折啊 然后 嗯 要想办法去克服他们转化 就画背更为力量的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 蛮负面的 但是 就是把它写出来以后就变成是一种很疗愈的一首歌 对 是 然后最后是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在感谢就是自己的听众 一路上没有 嗯 就是这样不离不去 是 发现我的贵人们这样 还有我的团员啊 伙伴 嗯 这首歌名叫做 You found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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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You found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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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那反而要感谢这些人 爱你的桃源你的腰 他们你也不会找到这些答案 这些全部都成长了 如未听过的 刚刚陈宁儿讲说 当人生的第一张专辑 就是用你活到这辈子的现代 整个辈子在 这一辈子在做这件 这张作品 那等到第二张就不是了 第二张就剩下 两年就要完成了 对张三理事来说 你们第一张专辑是不是也是 好像我们集装了这么久的音乐 第一张作品要出现 也是前面一辈子的 总共的累积 是不是这种感觉 那这样我们有四个辈子 加起来你赢了 一次机 一个四季 真的也超过一次 超过一次 哇不得了 这个说法我还蛮喜欢 但是你们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张三理事 到底是一个什么传 为什么要叫张三 李四 有人姓张吗 有人姓李吗 因为我是百刚 我是姓李 然后西安姓张 一开始我跟西安两个人 我们从反读大使 一起当兵的反读大使 然后我们在那边认识 然后出来 他就找我一起组这个团 然后后来我们完成到一半的时候觉得 要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对 没错 对 太厉害了 太棒了 喜欢把门梗破了 对 那我们有新的梗啊 所以后来他们就挑三简四就选了我们 挑三简四 没错 还有啊 还有啊 你们还真是会张冠礼带 对 所以后来就 找了阿翔跟小马 因为我们认为就是我们是市井小民 小人物发声嘛 所以需要更丰富的声音 然后也是这样子很 因缘机会就是成为这个四个人都是主唱的一个组合 对 这是蛮厉害的地方 而且你们难道那时候没有挑选过吗 就他会什么 他到底是什么 可以补我们不足的有没有这种算计过 还是说啊 气比香合我们就是了啦 看我就是看脸蛋啦 哈哈哈哈 这个阿翔 这个阿翔 偶像团体是不是 偶像 偶像团体 好还有呢 小马就是看顿位嘛 小马看顿位 没有其实我也是看脸蛋 对 对 真敢讲 不错不错不错 要有信心吗 你们没有说什么音乐就是说 哦他到底合不合 我们到底是不是四个人在一起就会 比较完整的感觉 哦有因为那个 当 呃 锡安 锡安是南一大的嘛 是 然后阿翔跟小马也都是南一大 他南一大的学弟 对 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唱歌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哎 阿翔很会唱 很厉害 然后又会制作 是 然后会写歌等等 然后小马声音非常非常特别 是 他虽然只有24岁 是 可是他 唱起来像是 像是12岁 像是12岁 不是啊 哈哈哈 是真的是 你连过来那 真的很特别 心 数 那 不 公 出来 你们骗我 他怎么会像24岁 他说 25岁 哦 哦 快了快了快生日了 不错 不错 脸像42岁 哈哈哈 好所以呢 就是有 还是有 大概看 哎我们是要怎么样这个团才会比较丰富 比较完整吗 对所以进来之后我们在录音啊上面 制作上面我们就花了很多功夫在是 调整大家的声音要怎么样可以让他人为一体 是 和谐度 对和谐度 有趣度 刺激度 等等 是 我刚刚也忘了让他们前面这个四组团体呢 因为明天如果你们得奖 他就会要这个团体或者这个个人就要上场唱一段嘛 哦 对不对 你们要不要来轻唱一段 他大家现在可能快睡着都被我们吓起 不会吧 你们四五的恨 我很吵 我很吵 起个音啊 真的 来来来 张三你 我们怕一唱轮后等一下人家说 哇那这个明天一定 明天一定得奖 也一定 对 哦哦哦哦哦 再会吧 mentires 1,2,3 小姐 生日快樂 小姐 生日快樂 過去的漂白猶豪猜 今天我們找回到底 Oh! 漂亮漂亮漂亮 不錯不錯 感覺蠻好的 有這個貴靠有實力 有沒有稍微冒汗一下 有 突然腎上腺出來 又不能重錄 謝正廷一派呢 就是輕鬆一對 對 冠軍雨傘就這樣子 來吧 請唱一段 等一下你不要告訴我 你剛剛又在聽音樂 很好聽耶 我好羨慕喔 真的蠻好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四個人 人家就是有氣勢 大家一起單 然後那種 好像感覺 要不要加入張三李四 我們現在在 那張三李四 我們現在遵招新團員 就是 謝張三李四 謝謝張三李四 是不是 來吧 對 對 你要唱哪一首 哪 我突然 欸這樣突然被CUE 我不太知道要唱什麼 被CUE不知道要唱什麼 隨便你啊 都可以啊 是唱你的歌 因為我們團費現在比較結局一點 加入新鞋以後 我們可以收團費 你知道嗎 謝正廷 想一下你想唱什麼歌 都可以啊 我唱燈光 好好唱燈光 好來吧 我們來聽一下 好不好 來 一個人走在路上 漫無目的地遊蕩 看著路燈的昏黃 把影影了好長 長到我怎麼樣都追不上 沒有你我永遠都追不上 大開始又想起你說 說我像個太陽 24小時開朗為人照亮 現在聽來誇張 你知道 如果沒有你我根本就沒有辦法 發光 你不健忘 你是善良 為了讓我堅強更爽 這一切都已經成過往 如果時光會放 我一定告訴你 我不想做太陽 我不想再逞強 我只想為你做一陣燈光 在你需要我的時候 把開關按下你 不必再流浪你 不必再心慌 不必再去想 不必再去扛 我也不必假裝你還在我的身旁 掌聲鼓哩鼓哩 掌聲鼓哩鼓哩 謝謝 我們先測了 怎麼樣 他 他身上腺素還沒分泌 人家就已經唱這樣子 對不對 哇現在你唱得非常棒 我們趕快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飛碟夜光家族專訪 現在新人獎呢明天就要頒獎了 那這位這些入圍者 他們都在夜光家族跟大家談他們的心事 今天在夜光家族呢 最後這個時刻有張三李四還有謝正廷 張三李四你們只有20秒 說說入圍此刻對你們的意義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對我們團來講的話 真的很感謝肯定我們的這些老師們 然後我們已經在籌備第二張 要趕快繼續往下 真的 好那來我們去謝正廷 我比較不想著重在我個人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這次入圍的新人裡面 評審我覺得是給的非常好 因為這些音樂人都是非常辛苦的在做音樂 所以我覺得這些入圍就是讓我們的這些音樂 可以被更多人聽見 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義 是太棒了 他們今天最後的Ending說得很好 就是這七位入圍者一個都不難少 他代表這次新人的力量 謝謝你們 祝你們都可以得獎 謝謝 拜拜 謝謝也可以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